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人是最接地气的一个存在 喜剧色彩的加成 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虽然全球版为隐人的人气不及奇异博士 蜘蛛侠 但在中国却非常受欢迎 在满威所有电影中 两部隐人中国票房 在全球票房占比都遥遥领先 隐人二是预测值 隐人二紧接美国队长三的故事线 二代引人斯科特朗 在接受了FBI的认罪协议后 一直被软电在家 二代黄蜂女霍普和其夫汉克设法避开政府的追查 正在研究一个秘密项目 为寻找失落在两次空间的母亲黄蜂侠 但反派Ghost威胁到了他们的计划 于是霍土和赫巴斯科特拉来合作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跟第一部一样 这部片子也是轻松搞笑的风格 情节非常紧凑 主角一路克服险祖神或大团圆结局 这是漫威电影的强力 也是爆米花电影的套路 豆瓣给出的评分 也跟第一部一样 都是7.6分 另外 因为主线时围绕拯救亲人 而黄蜂侠被救后 还帮助反派Ghost挣脱了两次技术爆炸带来的痛苦 也让片子带有一些温情的色彩 片子里面最大的看点在于两位超级英雄 二代引人斯科特和二代黄蜂与霍普惊人的变化能力 引人自己 汽车 房子随时可大可小 反派Ghost也有随意穿越任何物体的神奇技能 并且战斗力惊人 因为他们这样的超能力 就让片中的打斗和飙车不仅仅踩刺激 还带有一些喜致效果 这其中 最有趣的看点集中在斯科特身上 由于他的战斗是一个半成品 控制器不太管用 经常变小了就不能变大 变大了也不能再变小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提效皆非的事情 比如斯科特在学校突然变大 只能在屋子里蜷缩着 后来变成了小学生个头 够不着柜子上面的东西 还有 在马路上它变成一个庞然大物 只能把一辆卡车当成脚踏车开 里面的陪绝路易斯也很有意思 他的出现也让笑点变得更密集 他在被人捉住后 被注射了某种要剂 控制不住的讲真话 于是上演一段了让人喘不过气的话劳脱口秀 从第一次遇到斯科特朗开 是巴拉巴拉讲了大半天 就是不回答反叛提问的问题 对于麦威尼来说 这部电影自然看点十足 不过 对于不喜欢漫威或者不喜欢美国式幽默的观众 这部电影里的一些对话会让人觉得冗长多余 但里面精彩的打斗 飙车也值得一看 大师兄真次单转型和商业不可兼得 选择鸭尾的电影大师兄并没给今年可圈可点的暑期当一个好的结尾 大师兄是一部讲述既身怀绝技 又兼具知识抵御了新老师 万九月季学生的故事 你可能会联想起放牛班春天 那充满温情的画面 但实际情况是 大师兄更像一部真子单视野的主人翁陈霞的个人传记 影片试图批判教育制度 提倡人人皆可成才 但陈霞从这时说教 到家本 化际学生与家庭间矛盾的非常教育手法 表现得轻而易举 像是老师对管理学生的理想阴影 并没为现代教育制度提供有起敌意的答案 目前 这部由真子单间出品人 简直及演员的电影 都把评分5.4分 比他分数更低的这名暑期当电影 至剩两部高举情怀喜好的爱情公寓和新乌龙院了 从暑期当用户观影情况看 用户观影素质日益提升 内容质量与票房成明显正相关性 比如前后反差明显的爱情公寓 以及凭借质量票房反超他的一出好戏 因此 就内容而言 大师兄是一部真子单试图转型 和商业的妥协制作 折子单想尝试教育题材 但王兴觉得教育片没受众 因此选择将动作这种好看的娱乐元素与教育结合 最终呈现效果只有真子单的武器最能看 大师兄后续票房势必受影响 何况要说动作教育融合的电影 新业主演的陶穴威龙 更能在两者间平衡 内容层面还表达了大师兄里有暧昧线索却又没发展的爱情线条 从市场大环境看 大师兄的上映时间 也没能为他提供良好的增长土壤 漫威电影以人而几乎成压倒之势 既有漫画 IP又有电影系列 IP做前期铺垫 加之好莱坞一贯的水准 上映首日1.6亿 愿高于大师兄3300万票房 下期铺垫的水准